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又进区50千瓦级 开始在云豹八轮装甲车上进行系统测试 排防高级官员透露 在专家的技术指导下 中山科学研究院的激光武器研发速度堪称跳级 此外 这种激光武器在成本效益上表现突出 每次发射费用紧几美元 相较之下 以色列的铁熊防空系统每枚拦截导弹的成本高达数万美元 而激光防空武器的拦截成本仅为三 五美元 性价比优势明显 自2011年以来 以色列的铁熊防空系统便承担起全国防空的重任 尽管其拦截成功率高达90% 哈马斯依然找到突破手段 他们在地面作战中运用小型无人机对乙军发动袭击 利用空头穿甲榴弹攻击装甲车 并用单兵防空导弹威胁直升机 饱和攻击策略时铁熊的防御效果受限 哈马斯首轮攻击便发射了超过5000枚火箭弹 超出铁熊系统的拦截极限 无论是台湾的激光武器 还是以色列的铁熊系统 这些高科技防御武器正不断进化 未来战场或将迎来激光和尖端科技主宰的新时代 如果仔细拆解铁熊系统 它实际上是由三大核心组件构成的超级英雄团队 第一是多功能相控阵雷达 它是铁熊的眼睛 全面监控空中一切活动 不管是火箭弹 还是其他飞行部都逃不过它的视线 接着是战场管理和武器控制系统 这是铁熊的大脑 负责处理雷达获取的信息 迅速分析出最紧急的威胁 最后的拳头 部分是装备了20枚塔米尔导弹的 3-6部20连装发射装置 它们接收指令后立即行动 通常采用两枚导弹同时拦截 以确保目标被彻底摧毁 铁熊还具备智能的选择性拦截机制 避免浪费资源去拦截 不会对关键区域造成威胁的火箭弹 在不到一秒内 它可以快速计算出火箭弹的弱点 确保只有那些威胁城镇或重要目标的弹道 才会被拦截 这一功能使铁熊在应对哈马斯的火箭弹攻击时 拦截成功率高达90%以上 虽然哈马斯逐步摸索出突破铁熊防御的战术 以色列并未止步不前 它们正加快对新系统的研发 例如铁树激光系统 以进一步强化防空能力 未来的战争早已不只是传统的坦克和火箭较量 智能和高科技武器将重塑战争形态 2022年8月 哈马斯发起了大规模的火箭弹袭击 共发射580枚火箭弹 铁熊在这场如同满天繁星般的袭击中 表现不凡 拦截率达到了97% 但每一次成功的背后都伴随挑战 这次袭击之所以对铁熊构成威胁 关键在于哈马斯的战术升级 它们减少了低质量的卡桑火箭 转而使用接近军用标准的Vurgeon火箭弹 并采用了高密度的宝盒式打击策略 试图压制铁熊的雷达和火控系统 这样的密集发射导致系统负荷加剧 拦截精度受到影响 从而降低了铁熊的整体拦截效率 面对这种高强度的攻击 铁熊系统几乎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 任何防御系统在这种情况下都会遇到挑战 作为全球领先的防空系统之一 铁熊的独特优势源于以色列的地理位置 和特有的安全需求 对抗轨迹平稳 易预测的火箭弹时 它表现出色 但对于可以变轨的远程导弹 铁熊的效果略显局限 为此以色列已投入激光防空系统的开发 2010年 以色列国防部 支持拉菲尔公司和埃尔比特公司 启动先进激光武器的研发 2014年 这一系统首次亮相新加坡航展 经历多次测试与改进后 至2022年2月 铁熊激光系统正式投入使用 首批已部署在以色列南部 该系统功率达100千把 堪称铁熊的理想搭档 铁熊的加入 无疑将以色列的防空能力提升至新高度 成为应对未来潜在威胁的全新王牌 在2022年3月的清晨 以色列的铁熊激光防空系统 在测试中展现了出色的性能 不仅成功拦截了无人机和迫击炮 甚至火箭弹也难以逃脱 这次测试只是一个开端 未来铁熊还将推出机载和舰载版本 进一步拓展在战场上的应用 原定于2025年正式服役的铁熊 由于哈马斯火箭弹袭击越易频繁 以色列不得不提前启用它 与铁熊系统一起构建更强大的多层次防空 和反导防御体系 现在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个由以色列拉贝尔防御系统公司 研发的机动激光防空系统 铁树设计轻点灵活 便于快速转移阵地 该系统由雷达指挥士 和两辆激光设备车辆组成 车辆上装有激光设备和辅助系统 可根据实际需求调整激光的输出 甚至能增至300千瓦 以延长射程并提升拦截效率 一旦雷达捕捉到来袭的导弹 激光装置迅速锁定目标 集中形成高强度激光束 只需5秒就能摧毁空中目标 无论是令其失灵还是提前引爆 铁树无需传统弹药 每次发射仅消耗少量电力 这不仅节省了成本 还大幅提升了射速和打击精度 它犹如战场上的狙击手 专门锁定并击毁高速或高机动的目标 根据拉斐尔公司的测试 铁树的拦截成功率高达90% 更重要的是 它可与其他防空系统实时通信和数据共享 无缝融入以色列的多层防御体系 与铁树的塔米尔拦截弹相比 铁树的经济性尤为突出 塔米尔拦截弹尽管有效 但每枚造价不菲 哈马斯发射的火箭弹造价 通常不超过1000美元 而铁树的拦截费用增高达6万美元 尽管后续降低到3万美元 但铁树每次拦截的成本仅3至4美元 甚至最高也不过1000美元 显得极具性价比 铁树的优势不仅体现在高效的拦截能力 和低廉的成本上 还在与灵活的部署和出色的适应性 它可以快速响应战场变化 随时调整位置应对不同威胁 即便在激烈的战场环境中 铁树也能保持稳定的作战表现 铁树的加入为以色列的防空体系 增添了强力支持 面对未来的各种挑战 以色列持续提升自身防御实力 从激光技术到智能化系统 每一步发展都在为国家的安全 构筑更牢固的屏障 未来的战争不再是单纯的坦克和火箭之争 而是科技与智能化的比拼 铁树激光防空系统的出现 正是这一趋势的最佳体现 设想一下 铁树系统只需4到5秒的激光照射 便能精准摧毁空中目标 宛如科幻电影中的场景成真 其有效射程达7公里 专为拦截超短程导弹设计 能有效抵御大规模的突袭 铁树犹如一把高效精准的手术刀 完美补充了铁穹系统 在拦截近距离空中 威胁方面的不足 相较于传统的导弹拦截系统 铁树具备明显的优势 首先 其精确瞄准和锁定功能 使拦截时的布带损伤极小 哪怕出现失误 也不会对整体作战结果 造成重大影响 由此 铁树在战术上的灵活性 和应用中的可靠性大大提升 不过 铁树也并非毫无缺陷 它的主要限制 在于对气象条件的敏感性 浓雾和强风等恶劣天气 可能引起激光散射或吸收 从而削弱系统效果 总体而言 铁树无疑是现有防空体系的 重调补充 与铁穹配合使用 铁树不仅增强了 以色列的防空能力 还向战场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这一协同作战体系 使以色列的防空网更加坚固 目前 铁树的原型激光塔 还会完全覆盖以色列全境 预计初期部署 将集中在边境城镇 和战略性基础设施等 易受攻击的区域 尽管网络上的铁树 激光防空系统视频 并不完全展现其真实威力 却为我们打开了一扇 窥视未来的窗口 在未来战场上 铁树如同一道闪电 划过天际 成为以色列防御体系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 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 每一项新技术的加入 都有可能重塑战争格局 而铁树激光防空系统 无疑是这一变革的关键之一 随着时间 推进核技术的进一步完善 铁树将愈加成熟和稳定 未来 它不仅将在地面战场上 扮演重要角色 还可能扩展至海上和空中领域 未来的基载和建载铁树系统 将进一步拓展其应用范围 为以色列提供更为 全方位的防御能力 此外 铁树的研发和部署 彰显了以色列在高科技 防御领域的领先地位 面对各种潜在威胁 以色列不再仅依赖 传统防御手段 而是积极采用和探索新兴技术 此战略不仅提升了国家安全 也为全球其他国家树立了典范 总体而言 铁树激光防空系统 展示了高科技 在未来战争中的巨大潜力 它不仅是 以色列防御体系中的重要部分 更体现了一种 崭新的防御思路 通过不断优化和扩展 铁树将在未来的战场上 发挥更大作用 成为国家安全的有力之主 科技进步将推动 防御方式的不断创新 而铁树正是这一趋势的典型代表 好了 本期内容到此结束 对于这些信息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 或不尽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环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欢迎订阅